诗篇第二十四篇 地和地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世上的 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因为他把地奠定在海上 使世界安定在重水之上 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中呢 就是守洁心卿的人 他不倾向虚妄 岂是不怀诡诈 他必领受从耶和华来的福分 也必蒙拯救他的神 称他为义 这就是求问耶和华的那一类人 就是寻求里面的雅各 众城门啊 抬起你们的头来 古老的门户啊 你们要被举起 好让荣耀的王进来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强而有力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大有能力的耶和华 众城门啊 抬起你们的头来 古老的门户啊 你们要被举起 好让荣耀的王进来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君之耶和华 他就是那荣耀的王 我之后 我看荣耀的王 华 要在性贮苦 年荣耀的王